欢迎收看有线新闻 我是邱永恩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 成立多个委员会或者工作组 行政长班尼家超说 是要改良统筹机制 强调就算有委员会 不等于政策局可以转移责任 郭婷晶报道 尼家超新一份施政报告 附件有段落点名批评民体类局 未有按时完成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 说明白这个新局工作量大 职务范围广 但必须要实践而结果为目标 已经指示局长杨润雄 必须尽快完成这一项工作 杨润雄事后在社交平台承诺 会在今年内公布 尼家超出席立法会施政报告答问会 有议员发问提及旅游议题 尼家超回应时就强调责任制 必须要防止政策局忽视自己的责任 不可以一个局它本身应付的责任 因为有一个委员会给了一个委员会 如果这样它就忘却自己应有的责任 所以责任制很重要 我很多时候都做了参与统策 但不是成立一个行政长官 这方面的统策会 那方面的统策会 那局不再拥有自己应有的责任 会上有议员关注北部都会区 对与启德发展的统策和进展 我想问特首会不会成立一个启德版 去发挥统策 督促这些功能提升整个工作效率和成效 如果每一次就一个事项 整一个委员会 一个事项委员会 我们变成了不止15个局 可能有50几个委员会 那些局根本就变成一个角色不存在 在我们香港政府的效率 可以排列世界第三 证明公务员在效率方面 他们都是希望做到最好 尼家超又点名赞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 在推动启德绿色集体运输上攻坚黑难 令到计划可以提前三年 以及落实三岁分流改善塞车的问题 认为每一个参与者都需要主动改革贡献 有线新闻 国庭晶博斗 国务院港澳办刊登文章 认为李家超的施政报告 彰显了改革决心 港澳办发表全名港澳平的文章 说从先一份施政报告中 感受到香港特区政府锐异改革 奋法进取 造福民众的坚定信念和坚实行动 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新思路新举措 都反映出强烈的改革意识 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紧扣香港发展定位 相信香港社会各界团结一致 以实际行动全力支持特区政府 依法施政 施政报告提出减烈酒税 政府相信对餐饮零售影响正面 都不认为必然令市民的饮酒量上升 业界都无需担心减幅大 令烈酒运输和储存突然构成大压力 导致成本上升 200元以上的烈酒 只占了整个市场的15% 量就不是说这么大 但是往后的贸易量的增长 我们都是一个很乐观的估算 但是量的增长不会一下子去到很大 就算是往后的量的增长 而仓储的成本是有调整 这个税务的减免也都可以造成一个平衡 我相信税务减免和往后的仓储 或者其他物流的成本 是不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冲突 这个都要观察 美食嘉年华下星期六开始 一年九日在葵冲运动场举行 首次增设摊位卖酒 今年嘉年华一如以往推出不同优惠 例如一元产品或者货品一折 一共设有五个主题 超过三百个摊位 包括首次有摊位以酒吧布置 售卖不同的酒类 每晚六点钟之后 免费派一百杯啤酒 嘉年华朝十一晚九开放 日间入场费六元 夜晚七点之后免费入场 今年厂商会九十周年 每日头九十人入场可以拿到福袋 住建部记者会未有惊喜 内房股显著回吐 港股先升后跌 恒生指数四年跌 一度跌穿二万点的大关 见三星期低位 失手二十天线 王浩林报道 住建部联同多国部委 举行发布会之后 港股走势明显转弱 恒生指数高低波幅超过八百点 恒指早段升近五百点 午后走势转弱 一度失手二万点大关 售事部二万零七十九点 跌二百零七点 见三个礼拜的低位 失手二十天线 成交一千九百一十二亿 有外媒形容 住建部既招缺乏大爆炸式的刺激 内房股受压 农户集团跌一成三 连同中国海外和华润置地 是最弱势的三只蓝筹 折让近两成 配股集资的融创中国 大跌两成七 失手配股价 多只二三线内房跌幅都超过两成 政府推出多项稳定楼市措施 本地地产股普遍回套 其中行楼地产跌4% 新经济股方面 美团跌1% 其余偏远 与其头三季多赚最多1.85倍的中人寿 以全日高位高开6%之后一度倒跌 平保亦都先升后跌 招行跌3% 另外内地股市亦都受压 多个指数以大约全日低位收市 上证指数跌1% 互心两次成交连续11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元 《游线新闻》 网浩南报导 据报中国恒大创办人许家印的前妻 分散在全球的房地产资产 有机会被接本或贫买 彭博引述消息指 许家印前妻丁玉梅 在全球多地持有的房地产资产 价值超过2亿8千万美元 折合大约22亿港元 随着本港的清盘人 在全球搜查和恒大相关的资产 丁玉梅的房产资产 有机会被接管或拍卖 用以上还债权人 美国芯片公司英特尔的产品 被中国机构批评存在安全漏洞 公司回应说 将会向中国相关部门作出情情 中国网络安全协会发文说 英特尔产品存在安全漏洞 容易被黑客利用 损取用户资讯 又说公司莫视用户投诉 假借远端系统管理的名义 监控用户 并暗设后门 危害网络和资讯安全 建议当局对英特尔 在中国销售的产品 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文章公开之后 英特尔的股价下挫 英特尔其后回应说 公司一直将产品安全和质量 放在首位 积极与客户业界密切合作 将会和相关部门保持沟通 澄清而泪 网约车平台Uber 已收购旅游服务预定平台Xpedia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Uber近月和顾问商台 收购Xpedia的可能性 但目前仍然处于早期阶段 Xpedia市值大约200亿美元 如果交易成事 将会成为Uber历利最大中收购 休息回来会报 回来新闻时间 六个警员涉嫌误灭露宿者藏毒 或者遮蔽露电视镜头 妨碍司法公正罪成 法官说六人集体虚报陈述性质严重 要采取强硬手段 保障司法公正 判监禁两年一个月至三年五个月 张俊熙报道 六个被告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罪成 由囚车压送到区域法院判刑 在2020年2月4日 警方在通州街公园 采取反毒品行动 六个被告当时随属深水堡特别职务队 同其他警员分成两组搜查 案情指警长林华嘉 同警员莫志成 尹柏斯 勿灭一个露宿者藏毒 林华嘉又同另外三个警员 陈首叶 梁飞鹏 庞俊诗 企图同遮蔽闭露电视镜头 法官张杰宜判刑的时候 说警察职责 是要保护市民生命财产 在司法制度中担当重要角色 警员却滥权 捏造证据 勿灭露宿者 并且并不是单独行事 性质严重 令公众对警队失去信心 当中警长林华嘉 法官说他是队中较高级的警务人员 没有履行职责监督队员 甚至亲身参与不乏行为 是家刑的因素 以三年为量刑起点 判监三年五个月 其缘五个人 分别被判两年一个月 至三年一个月 法官说需要采取强硬的手段 保障司法公正 各个被告听取判决的时候 表现平静 有家属落泪 有线新闻张晋熙报道 MIRROR演唱会事故 工程总承办商艺能三个职员 否认串谋欺诈 案件在区院开审 三个被告包括 艺能项目经理吴海盈 梁耀祖 和技术统筹林志华 被控串谋欺诈和交替的欺诈罪 洪方传照时任洪馆长母经理作工 说匡民处在任何形式的演唱会 都以公众安全作为首要考虑 担任把关人的角色 被告梁耀祖的代表律师就质疑 康民署只是依赖工程顾问 视察报告 就降溯用料发出要求或者指引 质疑处方作为最后把关人 是否应该确保物料 符合国际标准水准 案件星期五续審 政府期望明年就选拨房 规管框架完成立法 最快第四季登记 登记时间和宽限期预计大约三年半 随后会按情况取缔不合规的劳房 登记期结束之后 因应我们整体的房屋供应 以及其他实际的情况 去决定采取执法行动的时机 执法行动不能粗之过急 必须要按部就班 以免引起一些住户的恐慌 甚至是流离失所的情况 这个我们是不会希望见到的 并且是要按需要提供适当的一些协助 当局又公布更多简薄房的标准 除了最少八平方米 地下到横梁不少于两米 到天花就不少于2.3米 公用走廊的阔度 要合乎消防安全规定 要有防火门和间隔墙以及灭火筒 每个单位要有独立火警偵測器 都必须有一线枪 如果不能够符合 就要安装机械通风 厕所没有枪都要有抽气线 单位都要有独立水标电标 张会是星期六卸任证监会主席的雷添良说 过去六年任期经历疫情和地缘政治 股市大幅波动 但是证监会一直密切监察市场情况 确保有罪运行 有效打击违法人士 保护投资者 我们成功瓦解了四大唱歌散货的杂传 由2022年9月至到现在 一共有28名人士 因为唱歌散货及相关的调查 而被落案检控 由2020年至到现在 证监会也透过发出限制通知令 冻结涉嫌唱歌散货疑犯的证券户口资产 总值16.7亿元 两年前 湖南长沙嵩楼造成54人死亡事故案 一审宣判15人获刑 事发在前年4月 长沙望城区一栋6层高楼房突然倒塌 造成54人死亡 9人受伤获蒙受经济损失 经审理查明 楼房涉嫌违规改建复建 涉事的有关方面 当时发现有重大安全隐患 但未有采取有效措施整改或疏散 案中涉违规改建民房的被告 重大责任事故罪及尋印之事罪成 判监11年 其余14个涉案人士被判囚2年多 至12年不等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麗 接受保守派电视台霍士新闻专访 就边境非法入境问题等接受失问 表明一旦当选不会是拜登政府的延续 最新民调显示 何锦麗领先对手共和党的特朗普 只是一个百分点 陈子军报道 何锦麗在霍士新闻的第一个专访 多次拆出火药味 讲到保守派关心的美麦边境 非法入境者拥入问题 何锦麗说拜登政府当年一就职 已经将问题放在第一位 何锦麗给回旧账 曾经说想不到自己的政府 会和拜登政府有什么分别 他澄清自己的任期不会是拜登的延续 将会注入个人经验 和不同立场的新想法 展现新一代领导风格 何锦麗又猛批共和党对手特朗普 令到美国分裂 主持人问是否代表支持他的近半美国人 都很蠢 他说不会像特朗普那样贬低民众 再次批评特朗普形容异见者是内敌 博士新闻立场一向比较倾向特朗普 何锦麗受访是期望拉拢投票意向不明的选民 访问播出之后 特朗普一度批评主持人拜议 和霍氏新闻软弱 之后又赞访问展现出 赫锦丽的无能 赫锦丽同日去到摇摆州 奔直法尼亚举行集会 有大批反对特朗普的共和党人 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官员出席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最新闻调显示 两党选情相当紧臭 赫锦丽的支持度大约50% 只是领先特朗普一个百分点 有线新闻 陈子军报导 美军出动B2轰炸机 攻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地下军火符 防长奥斯汀证实 出动B2长程隐形轰炸机等 对胡塞武装五个地下军火符 进行精准打击 摧毁先进武器 进一步削弱组织的力量 今次是美军首次公布 用这款战略隐形轰炸机 攻击胡塞武装 奥斯汀证说 无论武装分子的目标 有多隐蔽或者深入地底 美军在必要时 能够随时随地展开攻击 感谢观看 有特别人的教育 使用战略梦 幸会 让你不法看看 述紧